族女白天很多事 族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族女家務事 神秘夢境的真相 夢見烏龜跟蛇 就跟斷球關 小阿姐有一次 她夢見被海水追喔 我就說妳要發財了 結果那一陣子 突然有點累了 夢到我跟彭于晏 去騎腳踏車 我真的沒有要醒來 我就想說我們繼續騎 夢反映的是你內心的現實 你就要去思考說 你跟你身邊那個愛人 就是有一些狀況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所思也有所夢嘛 所以有一些夢境 你就覺得說 它應該是會反映到 我的現實的狀態 而且有一些人 還會做預知夢 對 我超會 真的還假的 對 我覺得那很厲害耶 因為有一個網友 就是講說 他夢到他一個朋友 三年內會出車禍 聽起來好像不是很OK 但是他朋友 真的在半年內 就出了車禍 最可怕的是 他的夢境裡面 當初怎麼 車禍怎麼發生的 然後呢 修車賠了多少錢 反正那所有的始末 他都跟他的夢一模一樣 全部被命中 對 然後 那他就是算命師啊 算命師 人家會命理師 會不會這麼厲害 然後他前一陣子 又夢到他一個朋友的爸爸 就是身體不好 他想說 他既然有這種 預知夢的能力的話 應該要好好提醒這個長輩 沒錯 結果果真就是跟他朋友講的說 他朋友說 對啊我爸爸最近真的得了這個病 他整個就是覺得毛骨悚然 怎麼會那麼準 對啊 我覺得他這很厲害 因為他可以幫人 就是屈胸臂疾耶 對 因為他都命中嘛 對啊 夢其實他代表的意義 非常的多 今天我們就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一起來探討一下 平常常常出現在你這個夢境 當中的一些信 他到底代表了什麼意思 像去年啊 我本來想在泰國發展一個餐飲室 有沒有 然後都已經要簽約了 然後呢 那中間我就常常做一個夢 做夢到呢 我在一個凶案現場 然後地上都是雪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警察 然後還有那個救護車什麼 他們都拉起封鎖線 然後我在做夢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 到底是誰 那個雪中間躺了一個人 我一看 那雪裡面 好可怕 然後那個夢其實是有一點黑 可是那個雪是非常非常紅 然後你很清楚的 就看到那個人是我這樣 然後呢 我以為我已經死了 其實並沒有 我還在那邊很努力的想要呼救 可是沒有人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也沒有人注意到我 他們就一直在維持他們的公務 就這樣子 結果呢 每次夢到這裡我就嚇醒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害怕 然後呢 有一次我新加坡的兒子 就打電話來了 然後呢 他就說媽 妳還活著嗎 我說妳為什麼會這樣問 他說 妳講到這個我都是起雞皮疙瘩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陣子怎麼回事 然後 然後我一直覺得 夢境是跟現實是相反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在意 所以妳剛剛前面提到說 妳本來要投資一個事業 因為這個夢就終止嗎 沒有 結果後來呢 其實我捨不得 因為我其實已經去看過市場 而且我已經 就是做了市場研究做了一年 結果沒想到 就是在要簽約之前 就是雙方意見不合 然後這件事情就黃掉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心裡覺得 好可惜 對啊 都籌備一年了 對 而且我去 發了多少心血 對 沒有可惜很久 因為再過兩個月 新冠肺炎就爆發 疫情就開始了 所以妳也不能去 然後呢 所以夢是相反的 對 因為妳沒有投資就止血了 止血了 然後呢 然後夢境裡都是血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真的跟我們就是 通常我們自己是這麼解讀 所以我們來請教一下專家 就說如婷姐這個夢境 真的是像我們這樣解讀的 可以止血嗎 其實那個 那一個夢它可能會有一種 以上的解法 甚至你今天想的 跟隔兩個禮拜之後想的解釋 會不一樣 那它都可能是對的 那到底是正的還是反呢 其實我們比較會說 夢反映的是你內心的現實 我媽媽在夢裡面死了 不代表我媽媽真的會死 是我心中有一個 像媽媽一樣的角色要死 比方說是一個溫暖 照顧我的人 他可能不見了 或是我無法再溫暖地 照顧我自己 那重點應該是在於 你醒來的時候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那個心情通常 有一些特殊的意涵 第一個我們在夢裡面 常見的事情 像剛剛如婷姐講的 就是你會有 對 夢看到自己死掉 那起來當然是恐懼跟擔心 對啊 首先如果你夢到自己死掉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一定會去死 因為它有可能是指 你心中的一部分會死掉 比方說像你的例子可能是 或是我可以賺錢的那個我死掉 某一部分的自我 那所以第一個恐懼跟擔心 可能是你欠自己 或欠別人的事情沒有完成 那另外一種常見的情況是 醒來之後會覺得快樂跟滿足 對 這都希望不要醒來 就是夢到那 一個很帥的小鮮肉 就是夢到我跟彭于晏 然後就是去騎腳踏車 是嘉義彭于晏啊 是真的彭于晏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不要醒來 我明明知道鬧鐘已經在響 然後我就想不要 不要醒來 我真的沒有要醒來 我就想說 一直不想醒吧 真的很快樂 那像這種情況 如果你夢到彭于晏的話 你就要去思考說 你跟你身邊那個愛人 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因為 因為你會夢到快樂滿足 王醫師最近 離你太遠 對 你太遠 虛無飄渺 不是說你們感情有些狀況 而是你心中 可能有一些 沒有被快樂給滿足 譬如說 那我就不好意思說 你好好說 你好好說 你包括第一個是 它是 它通常我們會說 夢境有一個補償的作用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暗示你說你可能想要做某件事情 可是你一直沒去做 沒錯 然後跟你說你要趕快去做喔 去坐坐看 嘗試看看 不是說你真的要去騎腳踏車 而是說你有一件 像要前進的事情 像腳踏車是前進嘛 對 那你需要那個時候 趕快先去做做看 以避免就是之後可能就 時間可能晚了 你要趁這個時間去做 那還有一個是 就是醒來之後覺得 好難過喔 好痛苦喔 然後就覺得 還好做夢醒來 醒來有時候做夢夢到醒來 真的在哭耶 眼角是真的有累耶 真的是在哭的 那如果你是像這樣子醒來 然後發現那個枕頭濕濕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你日常生活當中 你該哭的時候沒有哭 有一些你在日常生活裡面 需要去滿足的事情 或是要能夠 有悲傷難過的一個地方 沒有被你看見 所以它在夢裡讓你看見 因為在做夢的時候 我們前而夜是可以 有做一些休息的工作 那在這個休息的過程當中 你的情緒就比較容易 被表達出來 你就不會有一個煞車踩在那裡 所以如果夢裡面哭的人 拜託你可以醒來的時候 找一個地方或找一個人 好好哭一哭 不然你就會哭好多個晚上 我有遇過一個媽媽 她是在睡醒來的時候 就在哭泣 然後她一直不懂她在哭什麼 那直到有一天 她跟我談之後 她還發現說 她覺得她結婚之後 都沒有她自己的時間 她好難過 她好想要有那個自由的時間 所以她就是心中那個 渴望自由的部分 沒有被看見 是 那最後一個就是 她就是醒來之後覺得很懊悔 為什麼 就沒有把那個樂透刮出來 我就這樣就中了 很後悔 就是倘若你醒來很後悔的話 可能表示某一件事情 再不去做都來不及了 比方說像剛剛講的 再不去騎重機又來不及 再不去做什麼 你可能又過那個時間點 那可能這是針對於 你自己的來不及 或針對別人的來不及 對 所以如果你有後悔的事情 尤其是夢到某些親人 或許你就要找這個時間 去跟她聊一聊說 她最近發生什麼事情了 以避免到時候真的來不及 是 我這個夢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有一點 有一點情緒有一點複雜 這個夢醒之後 我有一點就是 害怕恐懼 然後夾雜的爽 你這個情緒 還是要層次喔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夢算是 比較奇異的夢 就是 它是有一點連續性的 很像那種連續性 有的夢真的會耶 它是一集...這樣發生的 而且 對 每一集 所以你夢到很多次 同樣場景 然後它可以一直延續這樣 對 然後 所以這個 這個我也想要問問老師 到底是什麼夢 但是我說為什麼會恐懼跟害怕 因為我的夢的一開始 第一集 月圓的晚上 然後很安靜 然後我就突然 就從空中這樣 愛得迫降嗎 夢裡沒有半個人 我也看不到女主角 但是就是一直墜落 然後墜落的過程 有點像飛行嘛 所以墜落的過程 有一點點覺得 還滿爽的 可是隨著它的速度 越來越快 我就會開始覺得 恐懼跟害怕 因為我好像墜到一個 無底深淵裡面 然後開始在緊張害怕的時候 還有第一季 這也好短喔 第二季一樣 我又從高空中墜落 而且墜落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要試圖的讓自己是 撐住嗎 撐住能夠保持著 這種飛行的感覺 因為飛行的時候 是快樂的 對 然後我就撐住 只是覺得好像速度 有點減緩 但是還是不斷地降落 但是至少第二季突破了 我至少可以有撐住的感覺 對 第三季的時候 我一樣可以撐住 然後呢 最後第三季突破的地方是什麼 我可以安全降落 安全降落 不錯了吧 那你那一段 在夢這個夢的時候 你有正在事業上 有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或是有什麼開創 我那時候在推敲我那段時間 為什麼一直在做這種 飛行的夢 因為那時候我在投資副業 在做一個麵包店 那時候麵包店也是 如果要講起來也是一樣 就是起起伏伏 生意起起伏伏 然後我的心情也起起伏 然後一直到 我現在講到倒數第二季了 還沒結束 倒數第二季呢 我就開始能夠自己跳起來了 開始感覺我好像能夠控制 可是那個對比 我那時候的生意 應該是已經接近要結尾了 決定結束了 要結束了 然後到去年最後一季最精彩了 我夢一樣的場景 然後也是在夜晚 然後我是在一個歐洲的城市 應該是布拉格 因為白色的牆跟紅色的屋頂 還去到結束了嗎 然後整個城市都沒有人 然後最爽的是 因為我跟你講 那個夢做完 真的是我很像身歷其境 我整個人 是可以控制飛行的 然後我就在那個城市上空這樣 飛來飛去 可以穿越在大街小巷裡面 自由的翱翔 自由的翱翔 半個人都沒有 然後很可惜的是 這個夢 我醒來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整個身體跟皮膚 都有風的感覺 就是太真實了 這麼真實 但很可惜的是這個夢 結束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夢過飛行的夢 就結束 沒有辦法再拍下一季 繼續拍 所以我想問老師 這個飛行的夢 是不是跟我的這個生意 是有點關係 如果是連續夢的話 表示你 生命當中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 然後這個議題 不是說明天要吃什麼 或晚上要不要先帶小小出去晃晃 不是這種小問題 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它的決定可能是影響你 可能以十年來計算 這麼大的一個決定 影響你的人生或事業 對 可能是你的夢想 人生事業或家庭 就是它是一件大事 那為什麼夢 需要寫這麼多次信來給你 就表示說 有一個東西 你拖過了非常久 那你也覺得哪裡怪怪的 哪裡不對 你一開始就覺得不對了 可是你卻沒有去掌控它 像剛剛邵偉的夢 其實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感覺 就是控制感 對 所以它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要解一個連續的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第一幕跟最後一幕 它第一幕是失控的耶 它第一幕是那個 沒有 它第一幕是月黑風高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平靜的 很舒適的 很自在的一個開始 看似是這樣 但是又有一點情緒 又有一些複雜的情緒 所以它是藏在黑夜 平靜黑夜下面的一個可怕的東西 而這個可怕的東西 可能是自己無法控制的 所以它整個夢境 從第一劑 第二劑 第三劑 第四劑 到後來 都是想要掌控這個東西 那等到它可以真正 掌控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的夢境才結束 所以也就是說 就它已經決定把它 不能掌控那個 徹底放掉這樣 放給別人 對 所以有些時候 你在夢境裡面死掉 或在夢境裡面 好像突然覺得 為什麼某個東西不見了 它不一定是不好 它可能是一個新生 或重新誕生的過程 果然為什麼需要心理學家 因為它解答的 跟我們心理想法的都不一樣 對 所以要問問專家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惠文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案例 就是說 她本來要做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然後就因為她的夢 然後她就去做了這個決定 但就衍生了一連串的事件 我相信大家可能 多少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很多的大老闆 他做任何的投資也好 或者是公司的營運也好 他可能也許去算命 也許就相信一個夢 那之前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來在一家營造公司 待得好好的 然後可是他那家公司的 當時的董事長還滿特別的 就是他跟我們分享說 這個老闆他是虔誠的佛教徒 所以他們公司一走進去 其實裡面那個裝潢就是非常 很多的佛像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這個三不五十老闆開會開到一半 就開始分享他的宗教觀 靈魂觀 他的什麼慾知夢這樣子 甚至連那個有些業務來 根本不認識的 只要去跟他打個招呼講一下 叫他訂什麼佛學雜誌 他通通就馬上就買單這樣子 所以他對這個董事長有時候也是 老實講私底下也嗤之以鼻這樣 那後來他就覺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也是開會開到一半 老闆就跟他們分享說 我告訴你喔 我最近一定有一個夢 非常非常的靈啊 他一定有一些暗示 因為他連續好幾次 都做了一樣的場景 就是有一個男的 他看不太清楚臉 有一個男的跟他一起坐在 那個辦公室在那邊數錢 好 數錢 然後這個有一個聲音啊 就告訴他就是說 這個男的他姓陳 你以後呢 就是要跟姓陳的人合作 才會賺大錢這樣 可能包括他的員工啊什麼 所以他後來在事業上 他就非常喜歡跟姓陳的來往 有沒有相關學經歷也不重要 姓陳的就用 然後呢 開再高的薪水 人家轉介來的 姓陳的他也用 所以後來其實當然公司 慢慢慢慢可能也因為這樣子 就出了一些狀況嘛 比方說他們這些老員工 一定會有一些衝突 或者是看了就覺得不開心啊 你為什麼姓陳的 你就起衝突的時候 就待遇比較高 待遇然後福利 或者是兩邊有衝突的時候 長官也不停啊 對 所以他後來我那朋友他就離職了 那但事後呢 他過一陣子跟他的一些 那個前同事聊起來的時候 才知道說這家公司 後來其實就時運不計 甚至就是老闆就是倒閉了喔 突然間就倒閉 老闆潛逃出境這樣 那想說 怎麼本來不是做得好好的 那後來一問才知道就是說 這老闆啊 在他就是離職之後 公司有來了一個新人 是一個位階還滿高的 是一個執行長 姓陳 所以呢後來也確實 這個新的執行長來之後 公司突然拿到一個大案子 因為他們過去是比較做一些 傳統的營造 那他不就驗證了他的那麼 對他就非常相信說 這一定是這個欲知夢成真這樣 拿到一個什麼度假村 七星級度假村的大案子 他覺得要發了 可是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後來這個工程居然卡住 卡關了 因為合作方有很多的問題 尤其財務的周轉不靈 什麼什麼的 然後變成工程拖了很久 斷斷續續在做 最後他們自己也被拖累下去 那包括上下游啊 可能很多通通都錢都付不出來 所以這個公司 後來是因為這樣結束的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一堆信誠的都失業這樣 對 可是因為一個夢這樣子 而且還搞了很多的官司 可是通常我們夢到前 不是都會覺得說 像我那時候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一直重複做一個夢 然後那個場景 就在我小時候長大的那個老家 然後有走走走 就有一個荷花池 然後我就會夢到我從草原 或者有的時候是從家裡 沿路就是沿路都一直有錢 對 然後我就會經過從草原 然後撿到荷花池 然後撿一路撿回家 就覺得好開心喔 這夢聽起來就是 我那時候才十幾歲 大部分時候你夢到錢 不是代表你會賺錢 而是你超愛錢 可是因為錢它還有它背後的意義 比方說有錢你就會有安全感 買了一棟房子你就會有安全感 所以也有可能是你渴望安全感 那如果在剛剛講這個夢境裡面 我們就會更進一步的去問說 請問你夢到你在數錢的時候 你是什麼感覺 有的人數錢是數得很緊張 很怕那個錢會不見 所以他是很害怕東西不見 所以還有一種情況是 你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可能會不見 你很害怕它消失 那還有人什麼時候會數錢呢 就是幫別人賺錢的還數錢這種 所以你可能是即將會有一個東西 要失去 然後他預告說 你可能有東西要失去 所以你再數錢 所以你那個數錢可能是收進來的 也可能是送給別人的 所以不一定數錢是好的 你要感覺你數錢的心情是什麼 那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說 數錢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想一下這個夢醒來之後 倘若你數完 可以再往下化 你覺得再劇情會怎麼發展 有的人就會說 他夢到一直數錢 然後數到他家裡面好多錢 那或許這個方案就比較正面 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說 我後來猜我可能數一數之後 可能是要給別人付薪水什麼 那他就比較偏負面一點 所以重點是數完錢之後 發生什麼事 那有沒有人呢 真的是做夢夢到要去看醫生的 然後有 有 所以正所謂 一場遊戲一場夢 在這夢幾分的時候 總是會發生淡淡的哀傷 你好多歌名喔 對 對啊 你好多時候認喔 好強喔 那所以就是 我們病人來看的時候 是一個五十多歲 來的時候就是 兩眼無神 然後就非常的空洞 就坐在那邊 對 醫生 你就趕快看一看 要開什麼 要要 你就開一開吧 我沒時間 不想說為什麼沒時間 你不是來看診 就後面不是 後面站的就是 老婆啊 小孩啊 全部圍著他 就是強迫他來看診的 那老婆就說 他就中了 他最近這樣子 我覺得他一定有問題 因為他非常的疲倦 精神很差 那其實他說 很疲倦這件事以外 我們就趕快來身體看一看 就是一看就 根本就知道就病因 因為他連眼睛都發黃了 眼睛都整個都黃黃的 那表示他睡肝有味道嗎 那就是肝真的是有問題了 因為肝指數正常事實 所以就是二十倍 俗稱爆肝的這種狀況 嚴重的肝炎 就問他說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 他就晚上夢到啊 他去挖礦 一直挖 一直挖 挖到很累 結果非常疲累的時候 人家就遞給他水喝 他喝了之後 繼續挖 一直挖 一直挖 挖到最後 對 我們來講 應該也是好的賽啊 挖到最後虛脫的時候 就一個小孩就跳出來了 然後就醒了 所以去廟裡給人家解 就是說 他的人生需要很努力 很努力 最後就會有一個散財童子 就有一個正向的東西 力量來幫助他 可是他必須要做到 整個人都完全虛脫的程度 一定要累成這樣才有成功 對 所以他來看著的時候 他就說 醫師我覺得好像正在走到這個路上了 因為你說我 我的三台童子快要來了 對 你說我肝已經嚴重的疾病了 你跟我說我已經黃膽肝差點 就是要出問題 才能肝硬化之類的 我說對什麼啦 對什麼 對 結果他就真的去收住院了 結果住完院之後他的肝還好 後來就經過很多的休息 生活做整個大調整 所以就出院肝子 所以我恢復正常 後來門診回診的時候 就問他說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你應該不該再這麼誇張了 不該這樣弄 他說醫師 我跟妳說 我就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說我覺得很有道理 你看我就是 他還非常堅信 他這樣工作真的很努力 我說對 他這麼努力不成功 怎麼可能 結果他就全部解讀 是因為就像夢境一樣 夢境裡面 就是一直想要投射 然後對號入座 我覺得很多人就是這樣 小燕哥有個朋友是 因為夢境 而去買一塊土地做投資 對 我要提醒很多朋友 你在夢裡面夢到很多小動物 你會給牠很多不同的屁育 就覺得說這樣 夢到什麼的話一定會發 夢到什麼一定會衰 這樣子 對 那幾年前我一個建商朋友 他當時的時候 就有一個土地前客 就跑來找他 然後跟他講說 他有一筆土地 如果你今天把它給整地開發完之後 你一定能夠獲利這樣 但因為那個土地有個問題 就是那個祭祀工業 這種土地 這個土地它其實有個狀況就是 它是今年累月的 很多後代子孫持份出來 所以他的那個持有人非常複雜 對 所以他那時候 在猶豫不決的時候 當天晚上他就做了一個夢 做了一個夢是什麼呢 他就在夢睡覺的時候 他就夢到他從那個門 他的臥室的門 就突然間就溜進一條 很肥很大的白色的蛇 那個土的蛇性 對 就紅色的眼睛 就純白的白蛇 對 就從那個門裡面 就這樣溜進來 然後蜿蜒地這樣子 從他床上這樣子游過去 游過去之後 又從他床上這樣爬上去之後 先捲到他的腳 那有變成人嗎 沒有 就是還是那條蛇 就是肥肥的一條白色的蛇 白蛇的巨蜜 然後捲到他腳之後 慢慢就這樣爬過他身體 繞著他脖子這樣 對著他之後 然後就開始就出現 類似像卡通的那個臉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吐著蛇性這樣 當時他看到這樣 夢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馬上就醒過來 因為他直接有點嚇人 對啊 會很可怕 以為蛇要幫我們吃了 對 可是沒有吃他 他後來就醒過來 醒過來之後 他突然間 腦袋裡面就出現了那麼一句 就是 靈蛇出鞘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嘛 對 然後他隔天起來之後 但是信心滿滿之後 然後他重新找到 他下面所有的幹部 然後大家研究那塊土地 那個方案 研究完之後發覺到 那個土地裡面 雖然是祭祀工業的土地 有點複雜 但是應該不至於難搞這樣 他前面的時候 其實弄了那個 他已經花了大概兩億多 後來之後 就發覺到越搞越複雜 搞到後來的時候 還有一些那個 他們一些那個後代子孫的時候 一看坐地起價嘛 因為如果有人要買 我一定坐地起價的 那是台灣人特性嘛 對 我們的特產這樣 你怎麼這麼說 我們的特產是人情味 還有鳳梨酥 對 結果人家就帶了什麼呢 就後來就那些不太開心 就是說你用這些價格 買了那些子孫呢 居然就找了黑道有沒有 帶了你剛剛講的那個鳳梨有沒有 芭樂 還有一些那個土豆有沒有 就來跟他講 就是說你要這筆土地 這個價錢我們不接受 然後就要跟他烘台這樣 搞了五年之後呢 他總共偷偷這樣算算起來 將近快到五億 就正準備要開發的時候 又找另外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個有名的建商 他就想說一搞下去之後 我們這一間可以賺個 大概差不多三十到四十億 沒有問題這樣 正在準備有沒有 要開始動手的時候呢 結果後來就收到一天 收到一個公文一看 政府要申收他這個精華地段 的一塊土地作為道路開發 國有 傻眼 就當初撒掉 他可以不要給針嗎 不可以 你說呢 要配合政府的合政 中華民國萬萬歲 你不給針的話有沒有 馬上明天有沒有 讓你沒辦法睡 這樣 連睡都沒得睡 不是那種不讓你睡 對 我跟你講就出現這個問題 對啊 他只好任培殺錯 現在我朋友在目前為止 跟我一樣就這樣 我說我們去逛街 在經過寵物電影 看到蛇樂的時候 他開始全全叉叉 就這樣發生 他夢裡那隻白蛇害了他 對 在命理學上面來講 我們也常常可以從夢境裡面 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是啊 其實做夢就是給一個希望 對 其實做夢在宗教的觀點來講 它就是一個 其實我們人在往生的時候 就像做夢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其實夢就是異式 叫做第六式 它是生生世世累積下來的 所以它可以跟我們的個性 跟我們的運勢 都可以來做一點占卜 跟賺錢發財有關 對 例如說夢裡面有一些動物 現象都算 其實夢見烏龜跟蛇等等的 這些都跟賺錢有關 但其實烏龜跟蛇 就以宗教的觀點來講 像玄天大地是不是就是 對 代表就是靈龜跟蛇 那其實海水代表水為財 像我記得之前 彩花姐有一次 在做她做夢 然後她問我說 她夢見被海水這樣 是被海水追喔 我就說妳要發財了 結果那一陣子 她真的節目接不完 雖然有一點累 但也很恭喜她 對 所以只要夢見有關水 所以遇水則發是對的 是對的 那你第三個就是蛇 可是孝成哥剛剛的故事是 白蛇就沒有帶財 好 其實夢見蛇 它其實跟這個宗教來講 一個信仰有關係 例如說你夢見蛇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宗教 信仰方式先去祈禱一下 然後去拜拜一下 因為蛇 代表是土地公的腰帶 所以很多人都說夢見蛇 他就要去拜土地公 代表說這件事情 你要做不做 孝成哥的案子就是土地 對 他沒拜 他沒有拜 他沒有拜土地公 沒有 要拜土地公 而且還是一個很大的土地公 但是他晚上去吃炸雞 我就跟他講這跟炸雞 什麼關係 對 對 自己 他要弄土地的案子 是 而且夢見蛇呢 代表就是說呢 你平常如果有在拜拜的人 可能你都常常都跟神明講說 那你保佑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有什麼願望 你要保佑我實現 對 但是你許了很多願 可是你當你有達到了 你會忘記還願 沒有還願 他提醒你就是要 可是如果拜拜的時候 只有說拜託保佑我們一切平安 順順利利長長久久 又沒說我要還願 要做什麼的話 要怎麼還呢 好 這沒有特別的想要做什麼 得到什麼的話是沒關係 可是我相信有夢過這樣的夢的人 其實他通常都有去許願 許願 對 但他可能忘記還了 所以他可能這個夢呢 告訴你說只要你去還願 你好好地去遵守你的這種承諾 是 那你會發財 對 它有其中一個這樣寓意在 了解 好 那像孔雀啊 然後牛啊 都是很好的 然後像蚯蚓呢 也是跟土地有關 蜜蜂也是 對 它不是採蜜嗎 好 老師那破財呢 破財呢有幾個呢 現象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說夢見蝙蝠啊 狼啊 鱷魚 烏鴉呢 或是夢見東西掉了 被偷了 對 或是褲子破洞 我那時候 妳要褲子 不是 然後那個褲子破洞 我那時候在蓋民宿的時候 我真的不騙你 我每天做夢就 我小時候十幾二十歲 夢到我一直撿錢 然後我那時候蓋民宿那幾年 我就夢到我這個後面 不管怎麼放 這裡就有一個洞 然後錢就一直掉 漏財 對 那時候是破財就對了 後來氣到乾脆就換裙子了 穿褲子 穿褲子 沒得裝 因為代表說那時候 你可能投資太多了 已經超乎你的預算了 所以你也會擔心說 我到底會不會回本 或許你在組一個夢嘛 但這個夢花了很多錢 所以褲子會破洞 所以這種代表是一種 所以它就會有破財的徵兆 謝謝湯老師 幫我們做了好多解答 讓我們了解一下 我們的夢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對 當然不是每一件事情 都跟錢有關嘛 有時候其實是做了一些夢 像我剛剛那很開心的夢 其實是有一些人際關係的預兆 對 你有沒有做過這樣子的夢 是跟感情有關的嗎 我現在反而現在非常 聽完湯老師講完之後 我很謝謝湯老師 因為我有夢過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 那你就要發耶 但是我那個夢其實 我醒來是稍微有點孤單 然後我先講 這大概有兩次經驗 第一次在戶外 就是突然來了一個即時雨 然後雨下得又大又急 然後慢慢的 我就看那個水位 就會上升一直上升 從腳踝到膝蓋 然後大部分都快胸部 然後整個快滅停了 對 因為那個水真的是大到 我自己都嚇到 這樣也太可怕了 然後我就抓都抓不到任何東西 然後就醒來了 然後第二次我想說 第一次在戶外是正常下大雨 第二次我連我在自己的家裡 我只是聽到外面下雨而已 然後怎麼突然發現 我這房間也開始淹水了 然後淹淹淹 然後淹淹淹 整個也快滅頂了 我就想手要亂抓 什麼都抓不到 然後我醒來之後才 感覺有點心酸 因為你通常淹水的時候 都會想要抓一個父母 對啊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一抓 就旁邊的枕頭 空蕩蕩 旁邊都沒有人 悲傷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是不是跟我那時候的感情關係有關 就是有點孤單 就是所以一直夢到就是被水淹 然後醒來 抓不到服務 好 來 湯老師 你先幫我們回一下 少偉的夢 我覺得少偉很有福報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一直夢見水 跟錢有關的話 代表說其實你這一生 很厲害 但是有時候是 但是會孤單是不是 再多一點 等一下 湯老師 我現在不怕做惡夢了 不是 可是少偉的夢 他的夢從他剛開場 到現在分享的夢裡面 都是一個人 是 好 這叫什麼 就是就像剛剛那個 老師有解答過嘛 你想要控制 所以你本身的自我意識 是滿強的 什麼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賺了錢呢 其實因為你得來太容易 所以有時候你會不懂 怎麼去珍惜 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應該要築夢 我應該不應該 只是靠演藝來賺錢 我可能去做幾家副業 來賺錢等等的 但後來你發現說 我做了別的事情之後 要彌補我的理想 但你會發現 好像走這條路 好像不太對 就會很辛苦 所以你會覺得說 在這個路上好像有點孤單 然後或是你常做的事情 不是你想做的 但是 就是剛剛有講到那個 海水淹到 淹到家裡面嘛 那以少偉剛剛的夢境來說 就是說一個 你本來覺得 連最安全的地方 都有可能會被淹到 或許你心中有一塊地方 它是本來是不會有人入侵的 但它卻入侵你了 然後讓你的人生被別的東西掌控 被別的東西支配 其實你是一個支配慾望 可能很強的人 可是你卻被其他人支配 然後你就有一種 怎麼會被綁手綁腳的感覺 所以重點不是那個海水淹進來 而是 所以那個失控的感覺是很明顯的 那比較常見的 有關於這個場景的夢 對 幾乎所有的人 你只要去這邊隨便問幾個人 他一定有做過一種夢 這種夢就是從高處墜落 超長的 我從懸崖掉下去 對 所以從高處墜落是什麼呢 就是重點看在你 就是掉下來的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那大部分的人 從高處墜落都是一個 本來可以被接住的感覺 然後變成沒有人可以接住你 所以有可能是 所以有可能是 你現在很害怕孤單 或是你正在做一個 孤軍奮戰的動作 像剛剛少爺的夢是 或許你的夢想 或你要做的事情 你本來以為有人會挺你 但那個挺你的人 他不但沒有挺你 反而還在弄你 或是你覺得很煩 很煞 然後你的心靈是覺得很孤單 當然 那到後來有人 可以接觸你的時候 不一定是你朋友接觸你 可能是你自己接觸自己 對 那另外一種也是 常常會有人夢到 就是被追的 那這邊他談到的是 如果你夢到被追趕 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 想要達成的目標 然後你沒有去做 所以你一直要逼自己去 這追你的人可能是別人 你被工作 被事業給追趕 你也可能是被自己給追趕 那還有一種是夢見怪物 那我夢過鬼的夢嗎 也沒有 就是被鬼追或是被鬼抓 鬼也算是不是 對 怪物或者是鬼 很可怕的這個 那如果你夢到這個 不代表說你一定會遇到鬼 或是會遇到很糟糕的人 它通常指的是你內心當中的 一隻怪物 也就是說你心裡面有一塊 是你很討厭的 比方說我很討厭自己很愛錢 我不接受自己 有愛錢這個特徵 但它在夢裡那個愛錢 就會形成一種怪物的樣子 那最後一個 最常遇到的就是 如果我和別人做愛怎麼辦 一定要到做愛的程度嗎 或者是發生 那你就是在壁咚之類 或是持指交叩 或者是接吻這樣 譬如說我如果夢到朋友 那我是背叛我老公 那如果大家是夢到這種夢的話 不用緊張 因為它不代表你會出軌 但是的確跟你的內心的 有幾種可能 第一個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你內心有個渴望 沒被滿足 比方說你的先生 或你身邊的伴侶 他沒有辦法在身邊陪伴你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人可以陪伴你 那另外一個狀況是 你不一定會出軌 但是它可能意味著你們關係 有些狀況 你跟對方發生了一些口角或爭執 那他必須 他會跟你說 夢會告訴你說 你如果再不去做這些處理 很可能再來 你就會做出你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的事 所以它可能是關係出現的問題 是 然後 如果你夢到的是跟長輩發生關係 跟長輩 比方說跟爸爸跟媽媽 或跟就是那種很複雜的感情關係 也不用緊張 其實這看起來滿可怕 它其實在暗示你的人生要做一些改變 而且這個改變可能是跟你現在的這個 心理的層級有一點落差的 你要找一個年紀比你大的 比較有智慧的人去做改變 所以它不是說 你真的要跟他發生關係 而是你要做一點調整 不能再停在現在的位置了 是 所以這裡的所有的夢境 都不是這個字面上的意思 不要因為你夢到這個 就覺得好害怕會不會發生這件事 沒錯 所以像我們剛剛都有講到說 我們畢竟結婚這麼多年了 總是會夢到一些就是帥哥 什麼之類的 這是好夢 如遠有夢過嗎 當然有 可是我夢到的那個人是 我至始至終都看不清楚他的臉 然後可是我那個夢的感覺 就是很溫馨 然後很開心 很快樂 很像談戀愛的感覺 然後醒來以後就是真的希望 不要再醒來 會故意到睡到床上想說 可不可以再繼續 然後在夢裡面 你看不到他的臉 可是你就會覺得那個感覺 互動是很好的 然後呢 兩個人有說不完的話 其實我好幾次想把他臉扳過來 看到他 他感覺像是被對他 不是 對號入座一下周圍 有沒有這一個人 對 怎麼樣都看不到這一個人 他沒有看到是誰 這樣的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第一種情況就是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那個 翻過來就是看他的臉的話 我們有一個就是心理學 有一個做法叫做 就跟膚蛋一樣 就是你在睡前 然後你就跟前醫師說 前醫師我今天晚上做夢 我希望可以看到那男人的臉 這是一種催眠嗎 睡前看他的劇可以嗎 他如果前醫師有要告訴你說 再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當天就會做跟他有關的夢 不一定是臉會翻過來 你可能夢到一隻河馬 或夢到什麼 所以他可能象徵的是別的東西 但他可能就會給你一個夢境 可是真的耶 我以前就是有在就是談一段 戀愛的時候 然後那一陣子 我就是一直在想說 這個戀愛要讓大家知道嗎 然後我就非常的擔心 然後那一陣子 我真的一直夢到劉德華來探班 他就一直在那裡 劉德華就一直像這樣 我覺得你根本就渴望想 嫁給演藝圈的人吧你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再來了 因為你這樣會打擾我的工作 你來拒絕他 我很生氣 我說你不知道你那麼紅 大家都會想說 那我是靠你來進演藝圈的嗎 你神氣 你不要再來了 對 我覺得這樣 你不是夢到劉德華 就夢到朋友 你到底對你老公有多不滿 因為他不用夢 他就摸得就摸得到 像你摸枕頭而已 是不是 對 但是也有一些夢 真的會讓我們的人生 有一些轉念對不對 就會有一些好事發生 是 曾經有個媳婦 她本身真的是還滿 還滿容易會做夢 然後有一陣子 她的夢是跟她的生活 實際生活有一些交織的 一開始就是其實這個媳婦 她有一天就突然覺得說 她的這個下腹部 覺得會痛 三不五時痛痛 不是一整天一直痛這樣子 那她一開始就想說 會不會是吃壞肚子 或者是什麼復刻的疾病 然後或是什麼 她就沒有多想 就想說也許過幾天就好了這樣 也沒有去看醫生 可是到了有一天晚上 她就突然做了一個夢 是神明跟她講說 我告訴你喔 你那個肚子裡面那個痛啊 不是復刻 不是子宮有癌 好 那她做了這個夢醒來之後 其實她也沒有 就是因為很常做夢 她也沒有太認真 就是不以為意這樣子 那結果一直到有一天 如果是她我醒來 我一定先去掛號 這麼清楚的話 對啊 先去檢查一下身體 但是她那一件事情就過了嘛 那可能生活也忙這樣子 就沒有太去處理她 那一直到有一天呢 就剛好是那個家裡有親戚 要婚禮 婚宴這樣子 那她的婆婆沒有跟她們同住 是住在外縣市 那她先生就先把媽媽接過來這樣子 然後一起參加這個婚宴 那參加完結束之後 因為她先生有喝酒 不能開車 就跟她講說 要不然妳送媽媽回去 妳開這樣子 然後送媽媽回去 那這個媳婦其實因為她平常 就比較沒有互動嘛 所以她一想到說 哇 要跟婆婆 在一台車上這麼久 又沒有什麼好聊的 她也覺得尷尬這樣 她就有點推拖這樣 可是因為可能她先生 就是有酒意了 就覺得說 我就叫妳做一點這個小事情 送媽媽回去 為什麼都不願意 那尤其比較尷尬的是 就在婆婆的面前這樣 這也太尷尬了吧 對 太尷尬了 但後來就是兩個 就有點就是折衷了 就是說那不然 就是先生也一起陪同 就是一起送媽媽回去這樣子 這件事算是解決 可是妳知道當晚 解決了這婆媳關係 不會好了吧 就是很尷尬嘛 那然後當晚更巧合的是 她就做了一個夢 跟婆婆有關 她夢到她婆婆了 然後婆婆直接跟她講說 她說 好震撼喔 真的啊 對 這次她就嚇醒了 然後就想說不行 到底我這個痛 怎麼也那麼剛好 我就真的在痛 是不是真的有事啊 對啊 所以她就趕快出去做檢查 但是怎麼檢查 看了好幾顆 其實也都沒有 沒有什麼異狀這樣子 那但是呢 這個症狀並沒有消失 那當然這一段時間 她也就是心裡有事嘛 就睡得更不好 然後又一直做一些 有的沒的的夢 然後有一天呢 她覺得也是有一個關聯性 就是她又夢到 她晚上走在漆黑的路上 有一隻蛇出現了 蛇 對 然後但她沒看到 她就突然踢到那個蛇 然後還被蛇咬了一口 對 那她就 有沒有血 應該是沒有 沒有血 她剛剛前面有血 在這裡 對 後來她靈機一動 就去問她先生說 婆婆 妳媽媽是屬什麼 她就說屬蛇 就連起來了嘛 她就想說 那是不是 在提醒我說 我可能要調整一下 我的做法 妳要多關心一下婆婆 所以她就主動跟她的先生講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 找時間回去看媽媽 甚至回去呢 對她婆婆也一改那個態度 就是說 就虛寒溫暖 或者是還帶了一個那個菩薩的 那個墊子給媽媽保平安之類的 就是能做的她也是都盡量做了 結果當然這段時間就 大家關係也好 然後她晚上真的就是比較好睡 然後到最後最後一個夢就是 她又夢到說 這就是一個結束 因為在後面 就沒有發生任何的事情 然後她的這個原來 肚子也沒有痛 所以她就覺得說 所以她就因為這個夢 然後讓她轉念了 對 她就覺得說 應該是一個來提醒她 要修復家人之間關係的一個夢 這樣子 那這個夢是好夢 真的是好夢啊 其實她而且她自己做的一些改變嘛 對 其實把自己的 真的那個解解開了 沒錯 所以想問一下湯老師 夢境中如果出現了哪一些人事物啊 或者是象徵了什麼事情 是表示我們應該要小心 人際之間的相處 是 其實呢 你講這個也滿可怕的 真的 因為人跟人之間有時候心呢 是最摸不透的 所以人心當中呢 我們或許可以從夢境當中 因為第六四嘛 反映我們的心 也代表就是說你的心呢 跟你的周圍的人際關係 會怎麼應對 對 所以你接下來看 如果呢 你要預防呢 有人會來 如果你真的是 真的很天真 灑白甜 人家要害你 如果你夢見這個夢呢 例如說有 有蒼蠅啊 火災啊 有狼啊 或屍體呢 代表就是說呢 可能別人就是 然後就看你不是很順眼 因為你表現得太有光芒了 別人想要結束 結束你這一個光芒 所以如果你夢見這幾個 現象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 要小心 是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惹到別人 就是有點白目喔 不是灑白甜喔 惹到別人的時候夢 就是有蟑螂啊 賭博啊 吵架跟跌倒 滑倒 很多人呢 會夢到那個跌倒有沒有 好 如果你夢到跌倒呢 要記得 我們剛剛講到 流血會比較好對不對 對 可是如果你是 或是血塊 可是你知道你有受傷喔 沒有流出來 還骨頭裂掉 那真的會重傷 對 表示說你最近會 然後覺得很多事情呢 都不如你所願 好 冒這幾個現象 接下來應該是大家很 想要知道 婚姻的狀態 婚姻有沒有拉警報 我們要從夢境 就看出來了 對 一個彭于晏嘛 一個神聖的手 好 一個拉枕頭喔 好 來看一下 好 婚姻有問題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有醜聞啊 被追殺 或夢到裸體的男女 或者是家中有陌生人 就像剛剛明明姐說 他夢裡面常常有一個陌生人 對 有沒有 對 只要你知道有一個人 他可能給你很溫暖 或是你的家裡 有一個不認識的人 在那邊走來見 走去 對 就是陌生人 你叫不出名字的就是陌生人 那如果是你自己夢見的 反映到另外一半的婚姻關係 這個陌生人就好像 就是有點被介入啊 第三者啊 或是你的生活當中 有其他人來干擾的意思 所以這種的話就是 婚姻方面會比較拉情報一點點 那夢到裸體男女是怎麼樣呢 就是你被渴望被愛 你有慾望 對 那你的慾望沒辦法宣洩嘛 對 有些人可能就靠自己了 要不然就是很渴望別人來 給你一點身心靈上的一點溫暖 是 但結果沒有 所以會從夢境反映 會 謝謝湯老師 因為湯老師每次撕牌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都還滿正面的 對 就是來告訴大家一些正面的意義 希望大家今天都一夜好眠 做個好夢喔 謝謝大家